你的手指得笨到什么程度 才能一路按错拨到我的号码 如果你只是大晚上睡不着 想找个消遣 建议你出工作室门又转 那里有座山 你可以去那儿爬个来回 之后保证你瞻瞻就睡 说 所以呢 这和拨到我的号码 有什么因果关系吗 发现什么 没什么好惊讶的 大概是因为 我平时使唤你比较多 所以你才把我的号码置顶 你 什么结论 说来听听 听起来你好像很不乐意 多少人想见我一面都难 而你 吃着我的饭 睡着我的床 明明只有一强之隔 还非得深夜给我打骚扰电话 你有哪点像在讨生活 睡不着就直说 不用绕这么大圈子 所以通讯录的姓名制定 只是你这通电话的借口吧 看来我这个赔了起作用了 行了 我谢 麻烦贵一个 晚安 我谢